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你 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你就只负责好好学习吧 其他事情都让妈妈来做 他们以为这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却不知道一直这样做 孩子就会越来越随心所欲 一点也不会体谅父母 养一个孝顺的孩子 跟父母的言行有很大的关系 父母的某些行为会直接导致孩子的不孝顺 他们用错误的方式 让孩子成才了 却忽略了教导他们要孝顺 如果发现孩子有下面这四种行为 父母就需要及时引导了 一 随意顶撞父母 惹父母生气 顶撞父母 惹父母生气 这是孩子不孝顺最常见的表现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的缘故 所以家长们就会对他们百依百顺 爷爷奶奶也很宠他们 偶尔的一次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他们就会顶撞父母 随心所欲 那些不懂事的孩子 在言语上 他们没有对父母起码的尊重和客气 甚至完全故意和父母反着来 父母说东 他们就非说西 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父母生气 当然 这并不是说孝顺 就是要对父母百依百顺 当孩子 当孩子开始顶撞自己 父母们就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如果真的是孩子开始耍小性子了 父母就要开始引导孩子 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谈一谈 多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心 为什么唱反调 耐心地指导他们 摆正心态 二 不懂得感恩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孩子饭后推开饭碗 去看电视或去玩了 父母则忙碌地收拾碗块 家里有好吃的东西 父母总是留给孩子品尝 孩子却很少请父母吃 孩子生病 父母便细致入微地关照 而父母身体不适 孩子却很少问候 甚至视而不见 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习惯了接受家人给予的关怀与爱护 会认为家人对自己的爱是天经地义的 却不知道如何去爱家人 孝顺身边的人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教育孩子懂得感恩 可以从这几点着手 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 干预太多 不要为孩子打理一切事物 不要让孩子吃毒食 不要有求必应 更不要无求先硬 不要让孩子拥有的东西来得太容易 可以经常给孩子讲一讲 自己工作的间隙 父母要给孩子做出榜样 给孩子回报的空间 三 霸占东西 很多孩子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小公主 小王子 好吃的好玩的 当然应该全部归自己才对 所以凡是家里出现的 自己喜欢的 就一定要独占 其实这也不是不孝顺的一种表现 父母是出于他们对我们无私的爱 才心甘情愿 把一切好的东西都给我们 反过来 如果我们像父母爱我们那样 爱他们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做呢 事实上孩子骄纵惯了 非但不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 上给父母 反而毫不谦让地霸占那些东西 很多人只要餐桌上出现了 自己爱吃的菜 就不允许任何人动一下筷子 有了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 就不准任何人动一下遥控器 有了自己喜欢的玩具 连父母碰一下也不允许 眼里只有自己 没有他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这哪里算得上是一个孝顺的人呢 习惯把错推到别人身上 现在很多孩子盛气凌人 一点都说不得 很多事情明明知道是自己做错了 当你说他一句 他愣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还把错怪在家长身上 多说两句 地上撒泼打滚 让人没有办法 这类孩子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 而这一切都是父母的溺爱灌出来的 如果不及时改正 长大后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百善孝为先 俗话说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父母很多时候只想着 怎样让孩子变优秀 却常常忽略了 要教孩子孝顺 一个从小能做到孝顺父母的孩子 他的运气一定不会差 未来一定会美好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想要听到更多洋洋的声音 欢迎在文末 找到我的个人信息 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向日葵的故事 我是洋洋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 破裂被别人快 被别人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挂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 玩弄的事不在她心里面 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 把手牵着一起梦摇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美丽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生的魔法 我缘断终结伤 在你的未来 音乐是你的王牌 那王牌谈个恋爱 爱我不想把你教坏 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晚点再恋爱吧 我知道你未来的路 但妈比我更清楚 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 再次把血通解析 当我建议最好 学妈妈我会用功读书 用我几书怎么从我推把锁出 不讲理书 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妈妈就给你的毛衣 你也好好的收拾 因为不去到处 我也告诉她 我还要留着队了 我会遇到我周轮包 所以你可以跟同学 寻找独生 未来是你爸爸 我将来到 当你写的精神 你写完不要生人 因为过来的 你会挣扎成生气的大 你会带自己观赏流星歌 因为在我学友 开始准备唱唤变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伤快快长大 才能倒护她 不为你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梦法 又温暖中结伤 伏提妈妈的花 别让她受伤 想乖乖长大 才能保护她 长大和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 跑里边变得很快 跑里边变得很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 我挂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 我写的歌 妈妈的辛苦 不让你看见 玩弄的事 不在她心里面 有空就多多 我握她的手 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乖乖长大 才能保护她 不为你的白发 幸福中发芽 天使的梦法 又温暖中结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